华山文创园区是台北市热门的休闲景点 除了有各种艺文的展出可以购票入场欣赏 园区周末有街头艺人表演大型的企业活动举办 也有好吃的餐厅、文青咖啡馆、文创商品贩售 在这边举办的展览经常可以吸引许多人参加 即使是下雨天也丝毫不减大家的热情 一进到华山文创园区正门口处的大草原市华山剧场 常常会有活动或者市集在这边举办 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 华山文创园区前身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北酒工厂 1997年各领域之异界人士开始推动闲置十年的台北第一酒厂 再利用为一个多元发展的艺文展演空间 华山之名来自此区原为日本时代的华山亭 附近有华山车站 华山之名皆为纪念首任台湾总督华山之计而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展览的解说 我们现在有十三活化 那么称为十三生肖 为什么称为十三呢 因为其中有一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猫 我们把它变为的十三生肖这个系列当中 在我们文化里面十二生肖是代表各式各样的人 同样的这十三生肖动物们是可以代表我们能用身体的体型 也可以代表我们每个人不同体型 不同个性 不同的姿势走路样态的一些 此外园区内也有许多餐厅、店铺、艺廊等商业设施 该园区至今已举办多次艺文展演活动 园区内的建筑物、繁星、装置艺术 吸引民众前来参观、拍照 记者邱小柔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Fashionies 变体能 2 双阶 7